我在上个礼拜有接到一个爆料 告诉我说 柯文哲他早在今年5月的时候 就已经用现金买下台北市的房子 这个人告诉我 柯文哲5月的时候 他是买下了在台北市中正区 林森南路10号3楼这个物件 他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内政部的实价登录 他的交易日期是在今年5月10号 他的总价4300万 然后2022年跟2023年要选举之前所申报财产 他也显示没有贷款 那就可以证明说 他今年5月买4300万的这一间商办 就是全额现金购买 我要问柯文哲 你的钱从哪里来 据媒体所述 而且柯文哲 陈佩琪 他们两夫妻也承认 他们后来陆续都还在看房子 那我又要问 你们5月10号已经花了4300万的现金 买了新房了之后 你还持续的在看房子 那是不是你手上的现金根本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满手现金 而且陈佩琪你看的房子都是锁定高价位 1亿元以上的房子甚至还有到2亿元 这个他们必须要向外界说明 有没有挪用政治现金的钱来买他这一间房子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有讲 他们自己自称漏报的金额1817万 柯文哲申报的短差是2723万 如果你用2723万扣掉 灌到尼奥跟什勒的916万 他的差额刚好就是1807万 那以柯文哲这一次 他购屋的售价 实价登录4300万 去扣掉柯文哲你们两夫妻现在财产申报有的存款 2464万的差额 也就又刚好是1835万 就是那么的巧合 所以如果是第一种可能挪用政治现金 柯文哲请你清楚的交代 你到底有没有挪用 你买房子的钱从哪里来 在台湾民众党规定上是这样 选举不是反三分之一要归中央党部 三分之二可以归归个人 那我们参考其他以前总统候选的例子 我们是用那个钱去 要设一个个人的办公室 长期要用的 这个完全是一个误解 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款项 就是政党的这个选举的结余款 有分两笔 一个是政治现金 一个是给个人的补助款 所以这个个人的补助款 就是给候选人来使用支配 那当然在我们的党章里面 还有就是主席过去就已经曾经多次表达 他会把他个人的这个补助款 有大部分都给党务来使用 那其他的一个部分 他也会做他个人的一些规划 所以他是拿来购置这个办公室 这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外界要把这两笔混在一起 已经是一种混淆的状况